我再講一個啊 你再說一個字試試 你哪來的人果 殷疑 殷疑 好了 多謝神醫 謝謝群伴 帐子里粮给你生了堆火 我不怕粮 我是郎中谨遵遵 找了韩正 还得给你施针 从前我有个女病人 魏涵 身子一直不是很好 一日夜里 她突然窍我的门来问诊 我看了她一眼 就把门合上了 为何 是个美业女子吧 你是在乎清玉 还是怕自己把持不住 她腕上系着根红绳 珍州风俗 只有已死下葬的人 手上才挤 我也是珍州人 我怎么从没有听说过 我没有骗你 不信你看 无趣 这都吓不到你 胆子这么大呢 我再讲一个啊 你再说一个字试试 你哪来的人果 赵泉 你 你不是胆子大吗 站住吧 夜深苦寒 给你温了壶酒 我不喝 我是诚心来跟你道歉的 我进来了啊 我进来了啊 你就喝一口嘛 怎么着 怕酒一上头 对我有非分之想是吗 放心 我能控制住 笑话 喝 喝 酒量不错呀 难怪贺公说 贺娘子比寻常男子 更豪爽 大气 这样 本侯就放心了 放心什么 此地若真有什么鬼怪野兽 你定能保护好本侯爷 堂堂镇南侯 说话做事 如此不着调 何为着调 像花阳王那样 整日板着个脸 老气横秋地指点江山 你喜欢他那样的 我才不 你在我酒里 放了什么 只是一点 让你乖乖听话的药粉 我警告你 你若敢动我 我就 我就宰了你 我等着 是赵群 赵群你这个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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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娘子 你醒了 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回娘子的话 咱们此刻正往灵泉镇去呢 眼下已经上了官道了 那这儿 侯爷呢 侯爷带着几名亲卫和商队 押着粮草去金甲关了 娘子请放心 侯爷吩咐了 让我务必送您回灵泉镇 免得家主担心哪 驾 他自个儿走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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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